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金店 近期呢 Adobe正式结束了Photoshop Bit版本的测试 随之而来呢 就是Photoshop 2024版本的发布 也就是说 在Photoshop Bit版本的AI功能呢 现在都可以在Photoshop 2024版本中使用了 这还没完 Adobe的新版中呢 也为大家带来了多款神经滤镜等新功能 使用起来真的非常的惊艳 真的应验了一句话啊 老大哥发力 其他的小弟呢 都得服服帖帖的 有小伙伴肯定有疑问呢 Adobe的Photoshop的AI功能 现在在国内到底能不能使用呢 答案是完全可以 想知道Photoshop AI版本的安装方式 以及超优惠的正版的获取呢 大家也可以查看一下屏幕下方 视频介绍区的联系方式 进店会为大家一一奉上 要安装最新版本的Photoshop呢 我们首先要打开的是Creative Cloud 也就是Adobe的客户端 找到侧边栏的照片 然后呢我们在其中找到Photoshop 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 我们点击下方的按钮 就可以安装了 由于进店在这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在这呢就不显示了 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呢 那已经更新到了是25.0的版本啊 那相比之前呢又进了一步 大家要注意呢 首先呢这个启动界面呢 也发生了变化 好了 那我们安装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打开Photoshop的2024版本了 打开之后呢 有一个启动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启动界面里边 官方提示我们的新功能 首先呢生成式填充 大家肯定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对不对 那点击之后呢 可以把图片中的某一部分抹去 或者是换掉其他的内容 这就是生成式填充 那第二个呢 扩展式填充 可以把图片的边缘呢 进行扩展的操作 第三是改进的去除工具啊 比如说图片中的这个小男孩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它去掉 OK 那这个小男孩已经去掉了 第四个呢 是上下文的菜单 这个对我们的意义呢 不是太大啊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Photoshop的创成式填充的效果啊 那只要合适的配置网络版本呢 AI的创成式填充功能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国内也可以 非常流畅的正常使用 请大家不用担心 想知道具体的方法的话呢 可以联系下方的进店的联系方式 好 首先我们先打开一张图片 那我们选择一张图片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边缘是填充 好 这是一张美女的照片 对不对 好 点击了美女的照片之后 我们要把它的上下呢 来进行一些填充 因为这个美女的头部 不是特别的完整 好 我们把它拉高一点 接下来把空白的区域选中 然后点击创成式填充 留白就可以了 然后呢 生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呢 大家发现啊 这个创成式填充呢 它的效果呢 就会出现 等它的进度条走完 哎 所以大家发现整个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惊艳的啊 那左侧呢 也有几个 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个头发来说还是稍微高一点啊 它了就不好看了 OK 好 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在国内使用的啊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大家呢 也不用担心 OK 那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效果 好 再打开一张图片 比如说这张的美女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移除背景 好 我们选一下移除背景 看看这个背景呢 能不能移除掉 哇 整个的效果呢 确实已经移除掉了啊 只不过这儿有一点点的瑕疵啊 一点点的瑕疵 不过没有太多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从这个蒙版中呢 你把它去去除掉啊 在这儿呢 为了时间啊 时间有限 那我们就不太去去除了 OK 那我们再给它加一个背景啊 那你可以再新建一个图层 在后边呢 你给它加一个背景 那我们来加什么背景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背景全部的选中啊 全部的选中之后 我们来使用 比如说之前是沙漠的背景 那我们改成城市背景 大家注意啊 在这儿呢 现在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中文来进行填充了啊 现在这个方便程度更高了 我们点击生成 而且Adobe现在也给我们提示了 可以使用100多种不同的语言来编写提示啊 那现在呢 进步了 好 这是它给我们生成的整个的这个图像啊 变成了城市背景 那我们选一选吧 我觉得是要加入一些风格啊 那有时候有一些风格可能更合适 比如说这个风格 或者说我们换一个别的背景啊 换个别的背景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那我们在这儿换一种方式操作啊 我们不对它整体的进行一个操作了 我们先把它删掉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这个的这个选区啊 把这个删掉 我们在这儿呢 你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合并啊 那合并可见图层 或者是向下合并 我们在这儿可以选择拼合图像 现在呢 这个图像已经拼合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选择主体啊 再来去选择一遍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反选啊 反选 接下来我们再点击创成式填充 比如说再填充一个彩虹背景 看看效果如何 OK 这个彩虹背景呢 现在已经加上了 我们可以对彩虹背景呢 来进行一个选择 选择你喜欢的彩虹背景 好 那这几次的生成的图片呢 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啊 我觉得整体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创成式填充 大家可能用的非常的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也不多跟大家去讲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个新功能啊 这个功能藏的比较深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它叫做神经滤镜 神经滤镜在哪呢 其实它在滤镜的这个选单里边啊 大家看一下滤镜的这个选单 稍微小一点 给大家去看到 滤镜在这儿有一个神经滤镜 它是一个英文啊 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 在右侧就会出现神经滤镜的这个选单操作了 那再来一次 大家如果没有看清的话啊 点击 神经滤镜 因为所选区是空的啊 好 那它必须要有图片 所以呢 它才能正常的来使用神经滤镜 那我们就先选择一张图片吧 那我们先选择一个人像的图片啊 打开这个人像的图片 好 那我们使用的是 就这个人像图片吧 我们直接选择打开 好 这个人像图片 接下来我们再次的选择 神经滤镜 注意啊 必须要有内容 那才可以使用神经滤镜 在这个神经滤镜的选单里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不同的功能 第一个是皮肤的平滑度 智能肖像 妆容迁移 风景混合器 样式转换协调了 色彩迁移了 着色超级缩放了 等等的这个内容啊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智能肖像啊 智能肖像你来去 这个我觉得很有用啊 皮肤平滑度呢 就是去痘了啊 这个模特已经很好 那我们在这就不去痘了啊 我们点击这个智能肖像图层 然后呢 我们把智能肖像打开 大家看一下 在这打开 打开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对他的人物的这个表情呢 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哎 调整 看一下这个表情或者是全局啊 比如说在这有个脸部的朝向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的 那脸部的朝向 我们让他脸部转一转 看看他效果怎么样啊 好 转一下 那我们 ok 修复对齐光线的方向 然后 你看他现在脸部已经发生了转移 有没有看出来 他这个实时响应的话呢 有点稍微有点延迟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效果 那这个头部的对齐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一下 这样效果会更好 这个功能非常的神奇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愤怒啊 加一点点的这个愤怒的这个效果 就是嗯 整个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吧 那这个面部的年龄 我们可以让他稍微的老一点啊 但是好像效果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那发量这可以增加 眼睛的方向 你看 适当的也可以去调整啊 他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啊 那我觉得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神经滤镜的第二个别的功能啊 那还有一个叫做嗯 着色啊 着色呢 相当于对老照片呢 它可以进行一个修复 那我们再找一张照片出来 那我们把这个图关掉啊 不接受 我们再次的打开再打开一张图吧 那就打开一个爱因斯坦的这张图 我们来挑战一下它的极限啊 看看Photoshop能不能给我们修正好 来吧 然后那我们点击它之后呢 再点击神经滤镜 那我们使用着色功能 好 着色功能打开 哇 我只需要一步 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出来 有没有看出来效果 那在这儿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复古的高对比度了 还有整个不同的这个效果啊 它会有嗯 不一样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方式啊 轮廓的强度了 这些内容我们都可以去使用 我觉得在这儿默认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那一键给我们自动着色了 我真的这个没想到 然后降噪 降噪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啊 好 哇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 非常神奇 然后当然还有老照片的划痕的修复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种神经滤镜 大家是需要从网上去下载的 也就是说你直接一键去点击这个下载就可以下载到 当然了 还有这个超级缩放啊 超级缩放就是把图进行一个呃无痕的放大 这里边呢 还有很多的好玩的功能 大家下去可以试一下 那皮肤平滑度呢 给爱因斯坦来一个美颜 哎呦 买美颜之后这个效果也不错啊 那就像爱因斯坦用了美图秀秀一样 好了 那这是神经滤镜中的一些这种非常好玩的功能啊 我建议大家你下去可以试一下 那photoshop呢 也会逐渐的推出其他的内容啊 比如说在这儿有一些即将推出的新功能 这个叫肖像生成器 现在还没有生 没有推出这个里边的可以一键生成不同的虚拟人物 还有别的内容啊 阴影了 然后还有这种慢速的摄影 你看把瀑布做成慢速的摄影 然后杂色去杂色啊 这些呢都非常非常的棒 好了 那现在呢 这就是photoshop中的非常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新功能 不管不管是哪一个这个功能呢 我觉得都非常的令人惊艳啊 那从最开始的填充 然后再到这个背景 然后再到人像的可以左右移动 人物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转脸也是很惊艳的 然后最后的这个爱因斯坦 我们把它老照片来做了一个修复 好了 那现在大家是否可以感觉到 其他的AI设计工具呢 你可以不用 但是photoshop你是必须要有的啊 那很多小伙伴呢 也提到说 我在中国区呢 可能不支持当前的这个服务 对不对 那之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具体能不能用呢 其实它是完全可以用的啊 那如果大家想去使用的话呢 或者说想去获取新版本的photoshop的一个安装方式的话呢 也欢迎加进店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在屏幕的下方 大家可以加我来获取photoshop的一个安装方式 以及你可以使用这种非中国区的这种方式呢 来去来进行AI的测试 当然呢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另外的功能 它叫做Adobe的Fearfly啊 这个已经推出了挺久的时间了 这个是个在线版的 基本上算是在线版的photoshop 那你使用这种在线的工具 也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操作 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现在的这个贝特版本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正式的把它从电脑中删除了 只安装一个正式版就OK了 好吧 那这是我想给大家今天去分享的内容 最近这阶段呢 Adobe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新功能 另外呢最后一点是说 我给大家做个预告啊 因为Adobe的这种AI创成式填充 或者填充的这种功能呢 在未来可能会按点数收费 那我们下节课呢 下个视频再跟大家去讲 好不好 OK那最后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成为我频道的会员 也欢迎大家呢 给我的频道点个赞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我们还有AI绘画的课程 包括Majernet Stable Diffusion 以及Footoshop等等的这个使用啊 都会在我们的自研的 人人都能学的AI绘画课程中 跟大家去详细的讲解 同时呢 也有一年的社群服务啊 还是非常超值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关注屏幕下方我们的链接 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 OK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呢 就到这儿 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